这个矩形把它放大 用比例选物件一下 空白一件 对不对 接下来基准点选这一点 选这一点 然后呢 R参考特别去哦 R enter之后的话 旧的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基准点到这里 然后新的呢 直接就是基准点不用选了 直接选这一点 碰到这边一下 你会发现有没有看到 他就自动帮我放大了 有没有 而且刚好放的位置 就是我要放的位置 他刚好可以在这一点上 而且自动画出一个什么呢 画出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个正方形 绝对是正方形 因为我们是只是把它比例放大 并且靠到这个边而已 那这两条线呢 就可以把它拿掉 OK 接下来难题 这个还算简单 比较困难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放两个圆 然后他刚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要切这个正方形 也要能够切这两边 然后刚好放两个 这个时候呢 就很麻烦了 如果刚好要放两个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空间 你怎么样才知道 我放这两个东西上去 刚刚好才会切在那里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用 也是用比例的方法 那比例的方式怎么做 其实呢 我们不知道多大 不过我们可以先画一个比较小的两个圆 一样的圆 所以这里的话 我如果要画两个圆 而且第一个圆一定要什么 切这两条线 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绘制里面的圆 里面的什么呢 切切半 切切半 你可以切切 那半径先给5好了 比较小一点点 5Enter 那第二个怎么做出来呢 其实第二个关系就是指什么 跟他是碰在一起的 所以复制一下 选他一下 空白键 然后从 左边的四分点 复制到右边的四分点 这样空白键结束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问题才来了 我要如何可以把这两个圆 放大之后呢 从什么呢 从这一点 四分点能够怎么样呢 放大之后也能够碰到这一点 他的四分点会跟 这一条线 是碰在一起的 然后呢 又能够保持什么呢 这两个切边 这部分的话呢 就有点难度了 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跟刚刚那一点是一样的 比例 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比例的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还是这样的说法 是这样的说法 好 是这样的说法